小婴儿刚出生哭得好响亮 爸爸妈妈也都好开心 不过现在疫情升温 除了怕染疫同时还有一个隐忧 北市联合医院胸腔科医师 苏伊峰脸书发文 国外有研究指出 COVID-19男性感染者精子数量会暂时减少 今夜离每cc的精子量 会从2150万减低到1250万 性功能障碍已会从9% 提高到28% 另外感染者也有10%到22发生 睪丸肿大 而听到这样的消息 不少男性也感到相当忧心 将来会不会有这个生育的问题 另外不只是北市医师 高雄大同医院泌尿科医师张美玉 也提出相关文献资料 面对未来可能与病毒共存 但感染新冠病毒不只造成肺部受损 恐怕还会影响生育功能 但这毕竟只是极少部分的研究个案 放眼全球疫情跟所有群体大众 医生仍然呼吁还是配合施打疫苗 身体才不会有更严重的病发症 华市新闻参望剧城新人高雄报道